近日有网友在吃饭时偶遇到向左,郭碧婷一家三口,夫妻俩带着女儿外出吃饭玩耍,小家伙在桌子上爬行,向左在一旁逗女儿玩,画面非常温馨。 从他们女儿的侧脸照可以看到,已经十个月的她蒙昧气质十足,长长的头发挡在她额头前,小家伙睁着大眼睛往前爬行,四肢肉嘟嘟的,很是软萌,侧脸更偏向妈妈郭碧婷一点。 决心,向左,郭碧婷一家就餐的地方是一个比较平家的餐厅,尽管二人是好门夫妻,但是能看出来,两个人生活非常朴素。 此前向左也晒出过郭碧婷母女俩的合照,她十分细心地给女儿的脸披上贴纸,但是即使这样也抵挡不出她们女儿扑面而来的可爱气质。 之后还有网友在某童装店偶遇向左附近二人,据了解她们是在参加综艺节目的录制后,顺便帮女儿挑选衣服,又往洋条看到,两个人一边工作一边逛童装店,这算不算工费顾家呢? 如今郭碧婷已经全面复工,未来估计会和向左一起合体参加各种活动,希望她的事业可以顺利,也希望郭碧婷一家可以幸福。